市府为了落实城乡同步发展,独发局将启动六规之心建设。 计划内容除了打造六规地区的特殊地景公园、遗址纪念广场之外, 还有历史徒步区、故事馆和小农展授中心等景点, 期待六规地方风华再现,成为大高雄的后花园。 拥有丰富山林景观的六规山区鸟语花香有高雄后花园之称, 十年前受到莫拉科风灾重创后,人口逐年下降。 为了重现六规风华,市府都发局争取中央经费补助八千万, 将启动六规之心建设,促进城乡同步发展。 从六规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六规山城出发, 我们把发掘了六规老城里面的一些百年的人文历史, 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,能创造一条,能闻观光, 以及兼具能够提供地方休息的一个拙待。 活络六规地区从老街再照开始, 都发局计划针对六规街区特色老屋、 公共空间、环境景观及观光旅游休息等, 优先进行设施准建改造, 尤其历史街区是任势六规的第一站, 希望透过老屋街区的活化改善生活空间繁荣地方。 大概300公尺的观光走线开发出来, 能够再扩大延伸, 让整个的山城能够带动起来, 再结合温泉泛舟, 还有像现在的藤枝开放等等, 那也期待未来南横通车之后, 那整个能够互相搭配, 然后把整个的六规导到一个良性的循环。 那这样的一个据点,一个场域, 我们是希望可以这样的一个创意基地, 可以连结我们南六规的绿色休闲, 甚至北六规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温泉资源, 那带动整体的一个观光廊带。 独发局表示, 目前地井公园遗址纪念广场已经开始施工, 历史徒步区也将于缆线下地工程完成后, 接续进行, 至于户外景观、六规故事馆、 旅游资讯站及小农展售中心, 也都将在109年春节后陆续完工, 请大家拭目以待。 港多新闻潘志光、黄兰君采访报道。